据当地村民讲 这个洞以前有个土材柱 在里面藏了很多的经营材吧 而且没有人去找到过 至今没有人探到底 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 这是通往他的必经之路 来看一下这个洞 正担心里面突然跑出一条烧来 寻农今生看禅山 一重禅室一重山 点码说到洞口了 好凉了 到洞口了 这路还有一把铁锁给锁住 这个洞口已经封堵很多年了 我们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 找到了这个洞口 然后我们经过了报备 拿到了这个钥匙 然后我们要开锁进入这个洞穴 今天我们这个探这个洞穴 据说里面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西西里洞 准备进入了 好 OK 西西里洞 好 准备开锁 现在我们要打开这个 尘封已久的大门 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 尘封已久的大门 这是下 绳索系统一步好 这女星的还是 等待下降 见我们下降 事儿再给我拍一遍 再拍了 打开地区之门 我们要下降 好 准备进入了 这队长进去 我们也把大门锁了 有的小时都注意 OK 那一根是什么 尽量清理的 嗯 马帮你转出 转到你那个海上堡里面 啊 转到你那个海上堡里面 你妈上去是我了 嗯 我下降 快速下降 你那根木棍 把它扔出来吧 没事 它这不还可以冷是吧 嗯 嗯 床上面下来之后 下面的空间真大 他们在前面看什么 哇 里面的空间陡然真大 哇 一临幽默的感觉 好 哇 这里面这些都是人为的痕迹 以前肯定有不少的人来到这里 以前肯定有不少的人来到这里 他们是怎么下来的呢 我们下来的是要用的绳子 这古人还是很厉害的 你看这个好像一个金元帽 哇 好像一个金元帽 你看到没有 是的 又像个云盆 来 装进来 走 装进来 开水 开水 放包包装进来 哇 这边都是哈方 这边 这边能钻出去啊 这边是哈方的 这边是空的 这边是空的 大人道 喂 都有一位 哇 这上方就像天门一样 哇 下去 哇 这后面就像龙谷一样 哇 就像龙谷一样 就像龙谷啊 这边是空的 对 哇 这边做的好像龙谷 龙脊椎 看到没有 对 像一个龙谷一样 龙的那个 太漂亮了 哇 这个真的太壮观了 对 对 大自然的 唯一 这个 嗯 这个 继续往前 绵绵去潮 都不在 嗯 绵绵去潮 哇 这个太漂亮了 这就像一个 大河河 这啥河河河 你看 过里还还发光 对 那边鼻採楼 那边干净的鼻採楼 从上面一下来 这里的是 钙花池 这个洞 除了钙花池 就是钙花池 还有各种各样的中肉石 闪闪发光的钻石 白黑相近的地方 就是以前的水位处 钙花池 钙花池